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 他们赢了天道 输了人道 而这一次 相比于那位严平郡王 同样属于吴越分尘范围内的静安郡王 其实并不占有先机 他也没想让他去占先机 他就是想去看看那个六哥怎么样了 还能不能救一救 结果 竟然变成了这样 他看着方伯从 说道 我赶到宫里 还是晚了 很抱歉 我救不了他 方伯从 伸手抱住他 紧紧地抱住 不 你不需要抱歉 惩罚 你不需要抱歉 抱歉的是我 是我 惩罚 对不起 惩罚 我不该问你 有什么不能问的 你想要知道什么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就要问 不要不问我 不要自己去想 不要自己去猜 也不要自己打自己 杨珊 你不说 你不问 我怎么知道 你原来那么地恨我 厌我 怕我 他将头贴在方伯从的身前 紧紧地抱住他 方伯从 谢谢你 肯问我 谢谢你 不怕问我 他说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 没有 方伯从摇着头 将他抱紧 承访抬起头 我能救周家哥哥 是因为他尚有生机 太子殿下 本已经没有魂知 我就算是 不要说了 不要解释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方伯从摇头 想要堵住他的嘴 但是 舍不得放开手 下意识地 低头 稳住了他的唇 除了伤好口汁的香甜 顿时充斥口鼻 还有那从未有过的 软软的感觉 让方伯从 顿时浑身绷紧 他只是想要他不再说话 并不是 以你的念头闪光 可是 为什么不是呢 门外 陡然响起喊声 陛下 方伯从 猛地向后退去 差点摔倒 橙访 伸手拉住他 方伯从 满脸战红 抬脚 就向外冲去 可是 门 猛地被拉开 带着弄火的吼声 喷出来 让井公公 差点跌倒 看着 一副要吃人的 方伯从 井公公 结结巴巴地说 陛下 太医 太医来了 昏迷那么久 醒来 怎么也得让太医 看看可好 方伯从 将翻腾的 休脑压下 后退一步 拎着药箱 吓得腿租的 作所的太医 在井公公 眼神的逼迫下 颤雷威的 失礼卖部 城房走出来 不用了 我没事 方伯从 看着他 还是看看吧 你自己说的话 也没那么可惜 这个骗子 说没事 难道 真的是没事吗 城房一笑 方伯从 你来 他说着 一面转身 向静氏走去 我让你看看 方伯从皱眉 但还是跟过去了 井公公和太医 被扔在门口 娘娘 竟然换陛下名字 太医 神情惊愕 还没冷静 就有一只手 拎住他的脖子 井公公 瞪眼 压低声音说 看什么 太医 打个寒颤 结结巴巴的 没 没 听什么 没 太医 把头摇得飞快 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听到 井公公 这才松开他 下去吧 太医 忙抱着药箱子 飞也似的 退下了 看什么呢 井公公 心里说着 忍不住 探头 看向室内 人都已经 进了静视 让你看看 在静视 能看什么 再想到 世才叫开门 皇帝的样子 声音 其实不陌生 上一次 这样的神情怒声 还是在去往 清远溢的路上 马车里的 遗泥被打断好 井公公 忍不住 哆嗦一下 驱散不该有的念头 忙伸手 拉住门 急什么呀 这才好了 悠着点吧 方伯从 站在静视 看着城坊 退去了赵山 解开大山 一层层的衣衫 脱下来 直到 只穿着小衣裤 上衣也被解下来 露出其内的 大红肚刀 血白尖头肌肤 便展露于眼前 在有些 红红的室内 大红胸衣的 映衬下 带着药木的光滑 方伯从的脸 疼得红了 他不是没有见过 他的身子 这些日子 他亲自给他 洗漱更衣 给他擦药 换伤布 该看的 不该看的 他都看了 但此时此刻 却跟那时候 看的感觉不同 就好似 那是一团火 炽热 刺目 他不由 移开视线 一面有些慌乱 移不过去 抓起一旁的衣裳 就去裹他 冷 别呢 承访 拦住他的手 说道 方伯从 你看看 看什么 方伯从 抬起视线 看过来 承访 冲他 张开手 慢慢地转了一圈 圆润的尖头 细白的肌肤 大红胸衣下 浑圆高耸 随着转动颤颤 纤细的腰衫 挺翘的臀 方伯从 只觉得 嗓子干涩 忍不住 咽个口水 呼吸 有些急促 承访 转过来 微微一笑 你看 我的伤都好了 哦 对了 伤 方伯从 恍然 毛上前一步 认真地看去 那些遍布的刀伤 真的已经变得浅浅了 他记得 前几日 还上了一次药呢 那时候 还翻着有些 吓人的疤 这 不过 这也很正常 看看招服 那么重的伤 半日的功夫 恢复得吓人 他能治好它 自然也能治好自己 承访 看着他一笑 不 是你治好我的 我 方伯从看着他 承娇娘看着他 说 我用了污王柱 可是 我不是王 我没有资格 用王柱 所以 我被反噬 我会死去 方伯从看着他 死这个字 让他停滞了呼吸 原来 他真的会死 还那么接近死 可是 你册封我了 方伯从 你册封我为后 我是皇后 我是王 所以 我醒了 我好了 他看着他 伸出手 换道 方伯从 原来如此 方伯从 只觉得 嗓子 蜡痛 他没有理会 他伸出的手 哑声喊道 你为人不早些说 你不早说清楚 不就是一个皇后吗 不就是要 策封为后吗 早是如此 他怎么会 等这么久 还不会让他 等这久 我也不知道 我要用到这个呀 城坊说着 看着他 再次伸手 方伯从 方伯从 扭过头 你不知道 你什么不知道 你这个骗子 就和花言巧语的 哄人 我才不信你 如果他早知道 他才不会等这久 他绝不会等这久 那些拦路的 他会不顾一切的扫清 全部扫清 只要给他一个皇后 一个皇后而已 至于这个皇后怎么来的 有什么关系 所以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说的缘故吧 天道远 顺人道 他不要他 为他抛弃人道 去争 去抢 他不要他 名不正 言不顺 不要他背负着 世人的指责 不要他背负着 史书上 含糊的一笔 所以 他不说 他绝对不会说 他宁愿等 他信他 他一直都信他 承访再次喊道 方伯从 方伯从看向他 伸手 再次握住他的手 还要 他看着他 眼睛再次弯弯一笑 反握住他的手 拉到自己的心口 你摸摸 摸 隔着薄薄薄的胸衣 能感触到细腻的柔软 香甜的 不再是硬邦邦的 而是 咚咚起伏的 热乎乎的 热乎乎的 方伯从 猛地抬头看着他 热的 他又低下头 两只手都放上去 有些慌乱的 急促的 拨开碍事的胸衣 抚摸着 热的 他又收回一只手 一把扯开自己的衣衫 探进去 摸着自己的心口 是 跟他一样的 热的 城坊看着他 他回来了 被人拿走的 禁锢的 剥夺的 心 回来了 方伯从 你帮我找回来了 听不懂他说的什么 但是 他很高兴 因为 能够感受到他的高兴 方伯从看着他 感受着 手下咚咚的 热乎乎的 他的手掌很大 放在他的心口上 也盖住了其他地方 随着呼吸 手下的柔软起伏着 他的手 不由慢慢地摸缩 血一样的肌肤 豆腐一样的柔滑 高耸的 一只手都握不住的风影 他另一只手 猛地去剪自己的衣裳 他低声唤道 惩罚 声音中 带了几分急促 又几分颤颤 似乎 有什么要喷咽而出 你也看看我 惩罚一重 旋即笑了 伸手 要拉开他的手 我看你的做什么 你又没有受伤 我不担心 方伯从漆进 紧紧地贴在他的身边 炙热的气息 从头顶喷下来 人也低下头 贴近了他的耳边 他的声音 颤抖 而嘶哑 看看嘛 我看了你的 你也看看我的 公平 城坊再次笑了 转着要走 下一刻 身子一腾空 被方伯从抱在怀里 屋子里 响起碰撞声 按着轻轻的嘀呼 你慢点 我自己能走 没有回答 只有男生 含糊的 嘀咕一声什么 跌跌撞撞的两个人 一起倒在了卧榻上 轻账被胡乱地扯下 挡住了室内落日的余晖 急促的喘息 从帐内漫延而出 女生带了几分淡然说 晚上吧 晚上 再说晚上的 男生仓促急躁 气息粗重 稀稀缩缩的声音 不断地传出 轻壮摇曳 但很快要被掀开 赤身的方伯从 有些狼狈地下来 在机案前 一着乱翻 他口中嘀咕着 在哪里呢 黄昏的室内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修长健壮的身躯 以及泛红的肌肤上 密密麻麻的细汗 带着诱人的光泽 赵什么 城坊掀起帘子 侧身而卧 紧背半遮掩 裸露的身姿 更偏风情 方伯从搬将倒柜 那个 他成亲的时候 都快要死了 自然没有人 交给他男女之事 后来他好了 便偷偷地 循了几本冲工书藏起来 只是 没想到 一直没用到 又怕被人发现 结果 藏着他自己都不知道 藏到哪里去了 这可怎么办 他不会呀 滴滴的笑声 从后传来 让他的身子 更加紧绷 汗层层冒 女生 再后说道 我知道 你知道 放在哪里了 方伯从 忙转头问 卧榻上 侧卧的女子 含笑点点头 冲她招招手 她说 来 抬手 身前的锦背滑下 露出一片隐秘 方伯从 几步就跨过来 他哑声问 在哪里 乘房伸出手 勾住他的腰 用力一带 方伯从便跌进去 轻障落下 遮住了 重叠在一起的人 有女生 滴滴的说着什么 但听不清楚 男生 陡然拔高 你会 你怎么会 滴滴的笑声传出来 这是件事 我只不会写诗 可是 可是 这 这是 谁教你的 怎么会 教你这个 你 你 门声还在续导 呼得停下 似乎 被什么堵住了 屋子里 喘息声 渐渐地粗重起来 轻障 摇碎了 满室的霞光 直到夜色降下来 这边的宅院 还是安静无声 站在院门外的 景公公 叹口气 转过身 看着两个 带着期盼眼神的丫头 她说 去歇息吧 今日 咱们是见不了陛下和娘娘了 半情和素心 红着脸 陛下头 蒙退开了 景公公 回头看了 眼景公 嘀咕道 真是的 以前不分时候 现在不分场合 也不想想明日是什么日子 别误了及时